经济报的重磅分析今天推介中石油857 选择原因是 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税务总局 早前宣布了对部分成品油征收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并且会在今年6月12日开始执行 预料新的进口税会利好中石油等大型石油石化企业 经济复苏利好油价 和天然气销售有助中石油盈利持续复苏 法奇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说 中国对部分成品油征收进口环节的消费税 对中石油、中石化和上石化等的油企 相信都有重大利好 因为税项令到较小规模的油企竞争力降低 特别是小企业都要依赖这个进口产品 美银预计由于中石油对油价上升的敏感度很高 加上继及公司的管道资产分拆之后 以及天然气和管道业务表现比预期好 上条2021和2022年度的纯利 达到606亿和511亿人民币 策略上不妨在今...